星光肺炎疫情在港持續蔓延 香港已出現多宗群體聚會感染事件 這位即將舉行婚禮的新人 帶來不少壓力和挑戰 香港婚禮統籌事務小林稱 疫情影響下自己所接的訂單中 原定於2月至5月結婚的新人已有九成延期 婚禮延期對於統籌師來講 最大的難題是場地的重新預定 吳小林稱今年多數結婚場地已被訂滿 所以部分新人可能要將婚禮 推遲到明明年終或年末 這其中涉及到的延期成本最少增加20% 其實有一些場地 如果改為下年 今年無期的話 下年的話 有機會在成本上調節 價格成本上有調整 再講後面的vendors 配合飾品師 化妝師等等 可能有機會他們未必一定有期 有機會走不到期就要取消了 定金就拿不回 我們也都會安排著一些Turtle Bus 會去接送一些賓客 希望可以盡量做到點到點 避免到賓客會接觸 會經過很多不同的地點 這些都是一些extra cost 心情調節 則是疫情下新人們需要面對的主要難題 香港社會某調查網站 於3月公佈的調查數據中顯示 近九成新人曾感到擔心或無助 但採訪中不少新人表示 這也是特別的挑戰 希望能從好的方面去思考 緩解自己的焦慮 要選新的日期的時候 我有一點焦慮 就是我怕時間很難調 但後來真的定下來要演呢 我就又有一點relief 因為我們要本來有一個first dance的環節 但是其實舞也還沒有學 跳舞的禮服也沒有選好 就是有一些我覺得還有一點點 last minute沒有準備好的東西 然後後來決定延期了之後 就覺得好吧 就是又多了一些時間可以繼續準備 所以就定下來之後 後來心情就沒有很受影響 張小姐也曾在決定延期初期情緒崩潰 她與未婚夫相戀十年 準備婚禮花了她近一年的時間 但兩位新人都表示 兩個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相信好事多謀的婚禮更刻骨銘心 我覺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雖然說計劃沒有變化快 但是我覺得只要兩個人在一起 什麼問題都可以去解決 這些都不是主二都不是事兒 我是覺得有更深刻吧 因為相當於說結了一兩年才結成功 但是好事多謀嘛 好不容易我們終於把這件事情換成了 然後就是感覺經歷了很多 然後會印象深刻也會刻骨銘心 對於婚禮形勢不少新人也做出調整 吳曉玲稱 有的採用網絡直播的方式 讓未到現場觀禮的親友 也能一同參與和見證 有的將證婚場地從戶外搬到家中 有的改為旅行結婚 有的則將證婚和婚禮分為兩天舉行 在原定舉行婚禮的日期 進行簡單證婚 再挑選日子舉行婚禮 婚禮其實只是一天而已 婚姻只是一世的 怎樣令到你的回憶很開心些 輕鬆放鬆 在自己容許的情況之下舉辦婚禮 才會令到自己一世難忘